孩子早餐吃什么,西红柿碎,葱花,打三个笨鸡蛋,适量盐,一大勺儿童生晒虾皮,一勺面粉,搅拌均匀,锅里刷油,倒入锅中,撒上芝麻,中小火烧面煎制定型即可,这样做的儿童早餐营养又好吃。 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,快做完汤,给它能暖胃吧。 所以,那男朋友做好笔记,没有男朋友的,也要自己动手哦。 裙带菜可以泡发十倍大,所以只烧一点就够了。 牛肉切丁,裙带菜切断。 锅里来上一点香油,炒熟牛肉,放入裙带菜,继续翻炒。 等到牛肉变色,搅入清水。 只需要一些简单的调味,海带就很鲜美啦。 富含钙质,还不会发胖,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 别看了,我已经给你做好了。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葱包羊肉。 没有男朋友的,也要自己动手哦。 清洗干净的羊肉切薄片。 大葱只需要葱白部分。 锅底一层薄油。 姜末、蒜末、花椒、干辣椒炒出香味。 然后下入羊肉,加入白糖和白酒。 再来一点太太热原味鲜,投倒生抽酱油。 选取第一道压榨原汁酱油,用的都是熟悉的食材,更担心。 继续炒,炒到虫断断生,就可以出锅啦。 幸福三同豆同款虫爆羊肉,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 他说天气慢慢变凉了,想吃点暖心又暖胃的。 豆腐块裹上几大叶,下锅煎,煎到表面虎皮状。 料汁的配方在屏幕上,记得要做好笔记哦。 番茄打底,领入料汁,再铺上煎好的豆腐。 当然不能少了他最喜欢的肥牛。 把剥好的水流放进杯子里,倒入汁水。 锅晒加热后,加入一勺白凉粉。 放凉凝固,切成一块一块的。 装进杯子里,倒入牛奶。 豆腐和肥牛已经完全入味了, 撒上芝麻,还有葱花。 鲜嫩的肥牛,还有洗煮汤汁的豆腐。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 不吃一次,你永远不知道鸡腿和板栗有多大。 鸡腿肉,坚持表面微焦。 料酒去腥,蚝油生抽调味,再来一罐可热。 倒入薄好的栗子,盖上盖子,先蒙着。 盐自樱花,用温水洗起表面的盐分。 轻涕加入杯子中捣碎。 喜欢喝的气泡水扒粉满,用樱花装饰一下,最后叠豆花茶分顶。 在天气冷的时候,看到这咕噜咕噜的画面,也太吃鱼了。 超入围的鸡腿肉,带着一丝栗子的清香,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 如果惹对象生气了,怎么办? 那就让他给你做这碗盖饭吧。 尝看我视频呢,都知道他有多喜欢吃虾吧。 绑黄油融化,再倒入料汁。 翻炒均匀,盖上盖子,稍微闷一会儿。 一根绿豆冰棒,搓成冰沙。 倒入冰块,牛奶,还有咖啡。 不得不说,这个虾的味道是真的好。 和豪最关键的一步来了,制作一碗米饭。 做一道他最喜欢的菜,两个人一起吃,关系自然就缓和下来了。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 像我一样,把鸡腿剪开,把骨头留在最左边。 来调个料汁,这个料汁是甜咸口的哦。 因为已经剪开的关系,更容易入味。 煎的时候皮面向下,稍微按压下,它就不那么容易缩水了。 倒入研制时,剩余的料汁,还有一万块热水,盖上盖子闷火。 沿着石榴的筋膜划一刀,然后白弹。 放进碗里,敲打它,就可以很轻易地取出石榴粒。 倒入酸奶,撒上石榴粒。 放进冰箱冷冻。 石榴奶妆就做好了。 鸡腿排也完全入味了,撒上鸡芝嘛。 摆个盘,淋上料汁。 不做一次,真的不知道它有多好吃。 肉质细嫩,一点也不柴,而且超好脱骨。 搭配着冰凉凉的奶妆,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 来一波素食海藻汤的活动,三包,六包,九包,十包。 一瓶矿泉水的钱,就能喝上一碗汤。 里面味道都是调好了,直接冲开水就可以。 平时懒得煮它,直接泡一碗配饭。 泡泡面的时候,加一包牛肉面,秒变海鲜面。 还可以用来煮水饺,快来试试吧。 朋友突然来家里吃饭,打楼一个措手不及。 那么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菜。 没有男朋友的,也要自己动手哦。 拿出我的小扳手,要是没有它,肯定来不及。 无死角的全关加热,让汤的味道变得更加浓郁。 来调个万能料汁,配料都打在屏幕上了。 复杂的菜式,也能掌握。 独特的搅拌设计,让不同的菜品也有不一样的翻炒模式。 一个小时搞定的午菜一汤,快做给恋爱的人吃吧。 早上他和我说,我很久没给他剥虾了。 所以,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菜椒柠檬虾。 没有男朋友的,也要自己动手哦。 我觉得吃虾的快乐,有60%来自于虾, 还有40%来自于给你剥虾的那个人。 亲手剥掉虾壳的虾,加入屏幕上调料。 喜欢吃味道重的,可以多加一勺生抽。 挤入半个柠檬汁,抓拌一下。 一份清爽开胃的柠檬柠檬虾,快做给恋爱的人吃吧。 今天这道菜,是我突然想到的。 他觉得很好吃,我觉得你们也会喜欢。 快来你的男朋友最好笔记,没有男朋友的,也要自己动手哦。 加入屏幕上调料,抓拌均匀。 最后来少淀粉。 装进表包袋里。 用竹签引导着虾花挤出来。 锅底一层薄油,就可以上锅煎了。 煎到虾花变色,带着淡淡的焦黄。 打上椒盐和辣椒面,虾花和烤串的完美结合,快做给恋爱的人吃吧。 如果五花肉有天花板,那一定是这块梦中情肉。 选一块上好的五花肉,根据模具,切出稍大一点的一块。 猪皮表面由火烤一下。 皮面线下,放入大料料酒去腥。 煮到筷子可以轻松擦进去。 擦干表面的水分,垫上烤盘,压上重物。 让肉变得更加的平整。 接着要根据模具的大小,切成规整的正方形。 刷上生抽,放入冰箱冷冻。 我跟你们说,光光这个内馅都超级香。 在肉的边缘垫上筷子,这样切就不如一段啦。 冻锅的肉会比较好切一些,但是也要非常的小心。 一定要切得薄厚均匀。 你们猜猜看,这块肉我切了极密。 再把切好的五花肉卷回去。 卷的时候一定要小心,这时候特别容易断。 把卷好的五花肉放进模具里,中间一压。 一勺料汁打底,填入内馅。 要压实一些,这样做出来的宝塔肉形状才好看。 倒上保鲜膜,上锅蒸两小时。 怎么把它脱模可是个技术活。 扣上膀子,趁它不注意这么一番。 超过水的上海青,装饰一下。 这一筷子,我能吃八蜜肠。 梅菜和五花肉真的是绝配,真正做到了肥而不腻。 搭配上一碗白米饭。 这谁看到不迷糊啊,快,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 会变魔术的土豆,你吃过吗? 洗干净的土豆切成规整的长方形。 大小根据你刮刀的宽度来切。 最好的就是切成这样子半透明。 一半刷上蛋清,一半撒上淀粉。 把两片这样互相粘起来。 稍微压一压,让它更贴合。 等油温升高的时候下锅炸,它就会像变魔术一样, 哼,的一下鼓起来。 酥脆的小零食,当然要来一杯快热水啦。 满满的冰块,倒入雪碧。 涂上红鲜活龙果,倒入眼儿热得多。 它喜欢吃辣,所以我撒了吃辣椒面。 土豆味超浓郁,酥脆到像在嘴里炸开的一样。 这么拌的这具小零食,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。 这个汤肯定很好喝。 好鲜啊,好鲜啊。 哎呦,不要腻。 这个汤,我马上就铺了。 哎呦,这个汤太好了,这个汤太好了。 我们会喝一晚上这个汤。 外甥八岁就涨到了一米五, 因为他妈妈每周都会给他做几次酱排骨。 十块钱的牛排骨多水放回锅中, 加葱姜,三个干辣椒, 一袋调制好的大棒骨酱汁。 半瓶我过年喝剩的啤酒, 再倒入长江水,小火慢炖一小时。 这样做的酱排骨软烂入味,全家抢着吃。